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其实一般人应该要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律师常兆伦今天举办了新书发表会 让民众深入浅出的了解法律 曾经担任法官 检察官多年的前国大代表常兆伦律师 2022年3月27号上午 选择在台中市 律师公会举办新书法创清派案的发表会 前台中县议长林敏宁 台中市副市长令狐荣达 台中市政府法治局局长李善直 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卢永胜 时报出版社董事长赵正明 保全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张达昌等贵宾 都亲自到场参加 其实平常说话十分幽默风趣 言行举止又充满活力跟智慧的长照轮 感性的说 希望以他三十多年来从事司法工作的经验 落实民众跟司法体系的互动平台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 我想主要还是律师专业这个领域 跟我们这个社会大众 能够有一个互动的平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想 多多少少在这个书里面 对我们司法界流露出许多期许 长照轮律师说 在这本法创清派案的新书当中 他用深入浅出耐人寻味的方式 详细描写法庭上的攻防战 让读者探索法律的世界 他也相当感谢时报出版社的支持 让大家能够透过这本书 帮助民众更了解法律 懂得保护自己不要处罚 也期许台湾能够有更温馨 完善符合人民需求的司法制度 真正能够提升我们社会大众 对于司法的形象的信心的 仍然是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 法官 检察官 律师 我们站在第一线 在个案上的正义的实践 这是台湾第一本法庭攻防的实录书 那有亲身经验的律师跟法官的经验 然后把法庭的故事 然后用非常轻松 非常有文采的方式把它创作出来 是常律师把他这二三十年的 法律的经验的案例 全部写在书里面 所以不管是专业人士或一般民众 都非常适合阅读 可以在从中了解一些 除了法律知识以外 一些生活上的经验 及面对问题的态度 是一本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好书 在今天的新书发表会以前 法创清派案已经在各大书局通路上架 而且不到一个月 就成为排行榜上的畅销书 身为资深法律人 却慈悲心满满的长照轮缩 司法诉讼有输有盈 就像书中最后一篇白色巨塔高墙外所说的 法律要呼应当事人内心最真实的呼唤 这也是司法界要思考跟改善的空间 记者陈文旭 李嘉金台中报道 我都是啊 大概前两天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